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达达聊美食 今天我也和大家分享一道美味又滋润的蜜沼葡萄干雪梨汤 在这个逐渐干燥的季节里 这道汤品决定能给你带来满满的温暖和甜蜜 将雪梨洗进去皮去和 切成小块 雪梨的皮虽然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但为了使汤品口感更加细腻 我们可以选择去皮 密着洗净备用 葡萄干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杂质 在锅中加入适量清水大火烧开 水开后放入切好的雪梨块和蜜沼 短小火煮约15-20分钟 让雪梨和蜜沼的味道充分融合在汤中 加入葡萄干继续煮5分钟左右 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冰糖搅拌至冰糖完全融化 将煮好的蜜沼葡萄干雪梨汤 绳入碗中稍微晾凉后即可享用 这道汤品热饮温暖身心能硬清爽可口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饮用方式 蜜沼葡萄干雪梨汤不仅美味可口 还具有润肺之河 亲热解毒美容养颜等功效 继续刘 红筹 лекс热解毒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